我们在地上画国旗 有电视台 我都从来不知道 原来这里有一个Wallemacht 就是周末才会出来的一个集市 这里路口有一家花店 里面还有一些小的摊位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在等着买花 好漂亮 里面当然还有一些吃的 像是这一家 我们在卖什么呢 在卖芝士 各种各样的起司 我们再往里面走走 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这个摊位是卖蔬菜的 后面这个摊位也是卖吃的 这个摊位呢是在卖一些帽子啊围巾啊这些东西 旁边的这一家是卖一些调味料的 哇有好多种啊 哇里面好热闹呀 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么个Wallemacht 这一家是卖肉的 啊各种果酱 这里是卖一些甜点 一些蛋糕啊什么的 这里又是卖肉的 还有好多人在排队呢 你看这个Wallemacht还挺大的 里面看上去好像里面还有很多个摊位的样子 这里是卖蔬菜的 这里有一个小亭子给大家吃东西 这个小亭子 吃东西的小亭子应该就是他们家的吧 是卖香肠的 这又是一个卖肠卖肉的店 这里呢是卖蔬菜的 这个也是个卖肉的 啊还有好多好多鸡蛋 又是一家卖肉的 又又又又又又是一家卖肉的 又是一家卖肉的 啊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卖cheese的 还有这种露天的餐 是卖一些可能是自己手工做的吧 这些袜子啊什么的 这个是卖色拉这种吧 这也是卖一些酱 这里呢又是一些水果 又是一家卖cheese的 我这个蒙克马斯真的好大啊 居然有这么多家店 我这个蒙克马斯真的好大啊 看一下右手边这家店是卖什么的啊 木头的这些东西 还有切菜的蒸饭啊什么的 啊这里是卖面包 还有一些蛋挞什么的 又是一家吃东西的摊味 看他们这种摆摊的小车子也很好玩 又很可爱各有特色 他们就直接开过来摆摊 然后末了收摊的时候 只要把车子给开走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这也是一个土宝 好多人在吃东西啊 这个就是今天看到的这个周末集市 下次再来带大家看一下德国别的有趣的地方吧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